额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?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? 二